美國和泰國昨天是舉行年度的金色眼鏡蛇 聯合軍演 今年也是新聞疫情之後 首度恢復的全面大規模演習 總計三十個國家投入參與 規模是超過七千人 演習時間長達兩星期 而今年也首度將太空安全納入演習科目 卓演未來 二零二三年金色眼鏡蛇 聯合軍演的開幕儀式 星期二在泰國羅勇士的 誤打拋國際機場登場 演習由美軍太平洋司令部 與泰國皇家軍隊共同主持 主要演習目標就是維護印太地區的安全與和平 今年是新冠疫情三年來規模縮減後 首度恢復全面大規模演習 美軍派出三千八百人 泰國派出三千人 加上新加坡 日本 印尼 南海 馬來西亞 以及另外二十三國派員投入 總計逼近七千四百人參與 不過主辦單位的泰國 近年繼續與中國建立關係 加上泰國皇家軍隊內部 對美方批評泰國軍方二零零六跟二零一四年 發動政變頗有維持 也讓雙方關係出現微妙變化 軍演總計分為三大項目 包括統合指揮系統 災後救援與人道援助外 今年也特別納入包括太陽風暴 影響軍事裝備運作的太空安全科目 著眼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 金色眼鏡蛇演習一九八二年啟動 是全球歷史最久的多國軍演之一 也是東南亞規模最大的演習 以成為美國在中國激烈競爭下 強化跟亞洲國家結盟的重要平臺 經營的演習從二月二十八號開始 一直進行到三月十號 觀眾新聞 就很請編譯